成立于民国99年的宜蘭县文秀爱新协会 集合了许多爱新人士的善款以及物资 包括有白米、棉被、沙拉油等等 在罗东民众服务站来举办寒冬送卵活动 关怀对象为无法受到政府救济照顾的边缘户 总共有70户 每户发放3000元现金 以及3500元的物资 要让这些边缘户能够温馨过好年 宜蘭县文秀爱新协会举办 我们这个寒冬送卵关怀活动 最主要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所以我们发现说今年有很多边缘户 但是因为他没有办法 申请到我们政府的补助 所以我们今天文秀爱新协会 在理事长、秘书长全体的帮助之下 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些爱新厂商联合赞助 我们希望今年能够把这个爱做得更大 希望说这些边缘户 也能够真正受到我们的关怀 今年我们今年目前我们的边缘户 因为我们准备70户 那70户当中我们每户有准备3000块的现金 还有3500块的这些物资 总共加起来就是6500块 那我们因为今年预定70户 明年如果OK的话 我手机如果有得到 我希望说可以再把边缘户增加 文秀爱新协会举办这样的一个寒冬送暖的活动 聚集了我们世界这个社会各地的这些爱新资源 来依注在这个文秀爱新协会里面 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个温暖的寒冬 一旦县文秀爱新协会成立至今会员 已经超过了200人 以爱新为出发点 时常来办理爱新捐血 激难救助 冬令救济等等 而这次办理寒冬送暖 希望借此来抛砖引玉 换起更多民众一起来关怀社会的边缘户 我们文秀爱新协会 其实成立这么久以来 我们除了每年固定办三场的捐血之外 那我们加上有每年这个岁末的关怀活动 加上我们每个月也有做了激难救助 我们的激难救助就是 马上关怀马上做 就是希望可以帮助所需要的人 而且我们今天有蛮多的一个监长的团队 我们的理事长 我们的秘书长 还有我们的理监事 还有我们满满的这些志工们 我们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把我们的爱新 传播到需要的任何一个角落 这是我们的宗旨 所以我们的爱新协会 除了办理捐血之外 就是我们的寒冬送暖 加上我们每个月 马上关怀马上做的激难救助 宜蘭县文秀爱新协会 这次寒冬送暖的物资及散款 将从1月23号起 奔送到受救助的边缘护家中 宜蘭新闻记者石世民 采访报导 非常的照顾 而且 谢谢大家